李德胜同志 你的这篇文章一定会把这蒋某人写击 他闻得搞不够 我们只好用我们的 那样胡宗南可就嫌不住了 老蒋派出的胡宗南部队 本以为可以凭借装备和人数优势 对我军进行疯狂打击 可谁曾想 被我军牵着鼻子走 被打得灰头土脸 毛主席趁机准备发表文章 好好地弃一弃老蒋 受此打击的国军 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身为国民党少将 麦宗宇在杨马河一战中 西北野战军俘虏 令他感到郁闷的是 在他被俘虏的当晚 王震将军竟然和他睡同一张炕 几个小时间前还是对手 现在却同睡一张床 王震将军宽阔的胸怀 令他极为感动